好 短暫休息之後歡迎回來這邊我們鹿石戰機亞太區大師職業賽 本來是私遊MitsubishiMoto獨家贊助 Drive your ambition 朝著你的夢想 前進 沒錯 前進吧 夢想 Let's go 你看學習就一路前進到了 穩穩的一路走過來 其實我都有 像當初我有問過志久說 欸你有你覺得當初學習會這樣子一路這樣打上來嗎 因為他其實中途很多 因為這其實是一個夢想 就是很多選手都會帶一些可以打出很秀效果的牌組 像是陰謀搭配到的是國王那一套 那學習總是可以打出來 像是剛才連雙露娜的效果都打出來 一直打得滿滿的 該打的都打了 這有如你當初你的預期嗎 沒有 因為學習 他都說沒有欸 你怎麼還沒說志久的答案 你怎麼先問我 志久是說他當初 我問志久說志久你有預期他會打那麼順 就是打成績那麼好嗎 他說完全沒有 可惡志久 我早就想到了 在我心中學習是很棒的 志久怎麼講這種話 志久啊 志久難怪啊 難怪之前那樣 我看到你林飛丟出來了 好 那這邊又回到第一場的對戰了 雙賊內戰 雙賊內戰 就回到我們第一場的那個 對 完全就是第一場 Serender再次對上台了 直接一個重播播起來 我這樣講好了 其實我覺得Serender今天的運氣 你應該有口難言的感覺 蛤 你應該有一個有口難言的感覺 你應該有一個有口難言的感覺 那哪個不問 雙賊內戰 就是好像看過了 好像看過了 那因為Serender很可惜的是他今天 我覺得他今天很多細節處理得很好 只是 我覺得運氣真的差一些 真的差一些 就是在他的那個 像包含我們打學習的時候 鏡牌不太順 對 鏡牌不是那麼好 就是像我們剛剛最後一把看到的嘛 通通都是4什麼的 那這次他的無賴其實拿的也不佳 真的也不佳 但我覺得他細節是處理得算好的 對 算滿好的 對 這點還滿可惜 你要說今天賊其實 反而國王內手有成功打出來的都不多 反而都是在前面的一個鋪場 就已經可以大肆決定出勝負了 對 因為你反而就沒有必要 硬要去做那個東西嘛 對 你把場面打好 反而有些時候更好啦 因為畢竟是內戰 好 雙賊內戰 雙賊內戰又是 我們要討論到一個問題 起手留牌至關重要 喔 這邊他還是全幻 留個大範吧 真的 後手嘛 我們知道 後手留大範 穩 這應該是留個範圍禮服 可是我看誰的人 是不是想留是非啊 他對那個 竊賊存存欲動 他用情有獨鐘 眼睛的定義那個位置 所以之後他選擇的是 想很久 想很久 是你的話你就只留大範三張全換 是我 我只留大範 因為大範其實跟 竊賊相性不搭啦 就是你想要打 你想要做大的話 就相性不搭 但你說我可以做小啊 那做小那你不如不要留好了 你去換個狐狸或換個無賴都好 果然三張全換 對 這邊的話 剛剛沒有看到第一場觀眾們 再提醒一下 兩隻賊的帶牌差別 就只有其中一個人 少帶了一張劍錫 換了大雜蟹上來 沒錯 那背邊一邊是 Selendon他帶的是機械 死生機械 機械戰場的背邊 另外一邊帶的是 陰謀背邊 兩邊就插在這兒 另外第三背邊是一模一樣的 這要想嗎 那可能要算之後的接受 算之後的東西 可以可以 就跟志久跟我講過了 都在想下一首或下一拳 都在想下一首 下一首下一局或下一場 或者是下一季 下一季啊下一屆 下一版 我已經在想下一版了 對 下一版吧 看你想多遠 的確這一首還蠻值得想的 就是在你的三費四費 還有你幸運幣的應用 因為你選擇太多了 如果你這邊不做大半 不做無賴 二費的時候 不做大半 不做無賴 你要三費跳鯊魚之靈 其實我也沒意見 我覺得也還可以 其實冥想也還可以 就看人了 好啦這邊的確是可以 來做一個 跳NB做無賴 還是套其他的講法 無賴是最優的 我覺得最優的 以現場面來說最優的 但 一個問題就是你起手留的是 喔 怎麼會這樣 一個問題是起手 你起手留的是 放克禮夫 你這邊無賴 不確定會比較好 我重點就是在 想不想打擊的時候 那當然你可以說 我下回合可以一費 一加零加放克禮夫啊 剛好 四費的時候說錯了 四費的時候 我可能可以做這樣的 硬做放克禮夫 但是問題就在於 你的幫眾如果沒那麼好的話 是 但你會說 我怎麼知道幫眾好不好 就是以那個嘛 經驗的經驗學來說 對不對 剛剛打三四把都沒一把好了 這一把怎麼可能會好 進化 進化幫眾 對 而且他其實 手上的暗閃應該是沒有用心 沒有想到這個幫眾 讓他有點不知道怎麼打出去 小尷尬 小尷尬 不然的話 變成是說 他這個小幫眾要拿來做效果 那 他想要暗閃 無賴回去這一手 可能性也沒了 對 很難做很難做 頭一個 神聖猩猩 而且三張都還不錯 還有那個火花 好像神聖猩猩好一些 AOE補二 五費 欸或者是你選二費的那個 叫小 那個小樹精 我覺得樹精 因為下回合你可以搭無賴 對 對或許你可以選選看 因為NOVA NOVA還蠻好的 但就是變相太重了 人家說樹精怎麼想 中間這一張就是 有點尷尬 因為會卡一個超載 而且其實沒有 對方那個卡片也沒有 讓你立即要丟出兩個E來做結場 對 所以五跟二是比較合理的選擇 二的畫是接下來在水晶的應用上面來說 我堅固鋪場 更棒 更棒 餓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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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會選我的話大概就是因為對方已經把大蟹流出來了 火花很難選 因為那個你吃到的那個超載有沒有 很痛耶 對很痛啊尤其是內戰真的很痛 呈獸不惜這樣的超載 我們看一下閃線狐 這邊怎麼這麼尷尬 哇那兩張班中真的是 這邊怎麼這麼尷尬 好爛喔這兩張 你如果是狗狗路賊或者是 卡卡路賊這個狀況都比這兩張好一張 狗頭人也好狗分解場狗分是最好的 然後狗狗路賊也好 然後以太更好 這個就是最爛的一張 不是很好解喔這個情況 這樣你是把怪都解完嗎 把怪都解完然後你去進化 進化那個也好爛 進化那個小機器人 然後準備再進化暗閃再進化一次 暗閃你就不要丟給進化了吧 不是因為我想說直接做大飯這個手牌 要這樣子 直接四費宿願砍下去 好傷好傷好傷 數費四願 四費宿願 虧虧虧虧虧 齁 這兩個幫忙是讓人收不了 氣氣氣氣 真的是氣 齁 你看那個以太 齁 我撞不掉了 而且他已經三個波了 三個波幾乎都是這樣子一個那個 怎麼以太都不來 對 人家以太那麼辛苦 對 人家Sender那麼辛苦 暗閃吧 暗閃吧 終於有人 你看人家就有以太 人家就有以太 人家就有以太 好像不得不拿回去啦 只是拿回去之後 你的場面其實變爛了蠻多的 就少了那個E4 交換能力怎麼變爛 交換能力變弱 但是在支援的調配上面來說 你可以有更多發揮空間 以上帝視角來說 他這個支援會完全贏過死人的 對對對 所以那卡兩張 真的是沒有什麼存在感的一費 好啦他現在可以丟了啦 他現在可以丟下去 然後把這隻小 一費機器人進化長大 但是又少了一個打點 先撞撞 嗯 你這邊好防那個耶 嗯 他會叫什麼 國王 對 你已經到體流了 國王隨時可出來 你今天看要進化還是要那個啦 你可以那個 無賴撞一下暗閃無賴吧 再改做無賴 好像好一點 無賴撞一下暗閃無人 幹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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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幹嘛幹嘛 他閃閃虎也是在留著想要做事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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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本這一費是可以做一個 鯊魚之靈配單幫中的一個做法 但是這個就 他剛剛閃閃回來 再丟 哪一波 伊太來吧 沒有 這邊又回到原本的做法 進化 四四 這邊回到原本剛才說的做法 因為我剛剛看他抖一下那個 鯊魚之靈我在想 他是不是想要 先打鯊魚之靈 然後 可能 呃 無賴去撞吧 然後進化無賴 再暗閃把 進化拿回來 嗯 然後鯊魚之靈你在場上嘛 下一回合是六費 對 所以我會變成 裸打鯊魚之靈去做國王 或什麼的 嗯 只是我覺得大部分還是比較強 所以他後來可能 他可能也是這樣想 所以後來可能又打回來了 在場面上面來說的確 直觀 比較有壓力一些 嗯 再來的問題在於說那個 如果你暗閃回來的是 這個進化的嘛 嗯 那下一回合最差的情況下 你是場上剩一個 六費的時候 你是場上剩一個鯊魚之靈 是 然後鯊魚之靈 你變成說你要去進化鯊魚之靈 然後變成說你的 國王找寶藏你只能找一張 對 這樣其實蠻差的 找一張很可惜 他整進化有防對不對 對 很可惜 可是場面其實也不錯 所以他剛剛一開始在想 還是這個打法 這樣他很卡哇 哎呦 屁股 二一打臉拿掉 哇人家神仁德真是 都不進 最想要的幫中欸 那這邊要扣一張幫中起來 等一下要來做國王 所以先C鯊魚之靈 先打一張這個鯊魚人看一下情況 看叫到什麼 等一下丟出來 那後面也不用丟了 哎呦 哎呦 還不出氣太行 還可以還可以 體質都還不錯 另外一張是 施放法術會加一 這邊應該是結個場 然後進化一部加二 加二 法力上贏者 法力成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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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結個場進化 法力成贏者嗎 我覺得進化誰都好 這邊你應該先打一下無賴吧 先把無賴解掉 試試打 等一下拿去給無賴 然後可能貝斯解 啊 口頭人吧 不要讓他中那個 國王 要讓他找寶藏 這裡 這裡如果你場上有一隻 幫中的話 他找寶藏 他是可以打 準備加寶藏 可以直接全部打 這什麼 欸有欸國王來了 哦 那你家 啊水喔 國王 說國王 國王到 可以 他剛變地下那個我 看到有點嚇到 那他好像霍格 第一下是 欸不知道 霍格到六費 那有個是四四 然後呢 有效 一個持續性效果 不知道是什麼 其實六費 進化到這個 算爛 算爛 但是也是 印證了我是國王賊的這件事 我連進化都是國王 結果他是用被刺把小樹精換掉 我比較傾向是換幫中 因為 雖然你知道他手上還有一張幫中 可是 怕是怕你這邊國王直接加準備去打 那個 抽三張什麼的 對 然後可能會有查那個魔杖 對 然後可能會有查那個魔杖 他還想 要不要把他幫中丟出來 稍微有人再來 唉唷 唉唷 鼓高欸 就是抽一張牌會送我一張牌到你手上 然後兩邊的差距在 我有兩張 我有兩張那個 國王喔 我兩張寶藏 我有兩張寶藏 哇這國王下去很美 但 就是立即效應的問題 你這回還是打不出東西 可能下回合再看 因為對方其實也是跟你選擇一樣的方式嘛 就是say到下回合 對對對 所以這邊他其實可以做個方式就是 你say我也say一個 但是我say的是兩個寶藏 對啊 對啊 他這邊在想應該是要拿哪隻去換 可是 我覺得他也沒有什麼好 沒什麼難的 先打再說吧 嗯 再也恭喜自己啊 我也有阿魯高欸 阿魯高你很夯喔 這邊拿 國動去換 拿他去換 就啊 然後把 然後把對方魔王換掉 對啊 然後 巧幫仲也換掉 我叫你換一換 雙魔杖 喔這樣也這樣比較好 幫仲應該可以留著 幫仲沒找有 對 阿國王不換國王嗎 很難不換 真的很難不換 你還要留幫仲 你還不換國王 太硬了太硬 對啊 我想說他那個國王多出來的 什麼用都沒有 不如去撞一下 魔杖開啟 然後無賴被刺 小偷 哇其實等一下 Surrender的魔杖是可以跟魯高來combo的 魔杖 我沒有記錯阿魯高的效果的話 是可以combo到的 應該是可以 我記得是可以 因為之前那個輸什麼的都可以 武器計畫 然後野性呼喚 吹一個 還是武器計畫 選擇了武器計畫 是要來加打點嗎 看一下 應該是想辦法撐更久吧 嗯 被自己也講 然後再來打5live 看一下拿到什麼 喔可以喔 擋尸開邊跟這邊的一樣喔 哇狂暴法師 惡武犀牛 我對狂暴法師印象很深 為什麼 因為當初在那個糯米木 猖獗的時候 他又三修了是不是 當初有狂暴法師 配他上陣途的combo 可以全劍一波糯米 我也要去擋糯米 那時候太多了 太多了 這邊抽到什麼 門棍 暗閃 嗯 老鼠 可波鼠 又是你 總共降了四費 喔 因為其實有點肥 他拿上來的有點肥 對 總共降四費 門棍你打不到嗎 唉唷 這也打不到 喔左邊是風暴召喚儀是不是 風暴召喚儀應該打不到吧 我不知道欸 不知道他怎麼選 那個薩滿的 因為兩邊 很很 可是他現在場面很高欸 對啊 因為兩張是很確信你打得好 我覺得風暴好像 這是一個賭注 對 我拿的話 我的場面是有機會直接拚高 但是也要等到下一層 可能會卡到死 對 畢竟對方現在的場面是勝過於你很多 選擇了月火柱來做 燃點傷害 呃 手要過快喔 終於 有以太格格 很快 這手術 各種飄欸 然後呢 他剛是悶過了二三回去 蛤 蠻好的 還有嗎 拔著刀 我一直很想 我一直很想 我真的很想看風暴召喚你 你就直接秀一步步這樣 這秀出來很可怕 而且他是變成隨機費用的傳說 嘿 然後這樣你又是一排一一 怎麼想你的體質上面 應該是高機率 高機率是賺的 嗯 但是就是你sab到下一回合 但是你換了一個月火其實我覺得也沒有好很久 你很怕你到時候場面 啊 生物太少 對 你希望場面可能 三隻你 你會覺得想到底要不要 因為你手上是有足夠的資源去加強你的場面 你未必 只剩這一條路 嗯 只是就是在選擇上面來說 你是選了一張月火 對對對 就是這個 因為我其實也沒啥用 我效益不高 哇 像是以我的心態的話 我就一定是拿 啊 對對對 但是像你保守派的人 你會想要搏一搏單車變摩托 對對對 搏一搏 進一張宿願 首張幫眾有關一個非常至關重要的一套 還有狐狸也還握著 這狐狸也是待滿久的喔 其實時間等剛剛 剛剛抽上來六張牌好像已經幾乎打完了 嗯 抽抽有點太差了 又是這個旋 炎爆 喔 三張牌都很想要 你要看他怎麼想 你打傷害你一個人可以炎爆喔 那其實變嘲諷加嘲諷也不錯 因為對方是武器掛在頭上 炎爆很美 但是炎爆也會卡很久 對對對 炎爆至少兩回合以後再打他出來 而且你C傷害會有點太明顯 然後對方回血 神卡 颶風 武器嗎 我覺得這樣二費甚至可以直接 上文之後上文來都不說 那體質會 喔 也可以 我已經在那邊選擇太毒了 好 決定先以太早一早 再來一張毒藥武器暗閃 他要全打頭是不是 阿媽 不解了 這場面有點大 有點有點 這個橫向有點多 你要全打頭 你是不是不如加無賴 差別是不太大 因為他手上其實在 他手上直傷還蠻多 打得蠻好 打得蠻好 他等一下可以炸雞暗神炸雞 有這樣combo在他直接拚頭合力 嗯 蠻合理的 而且對方解不完 對方解不完 對方解不完 現在也沒消失什麼 哇 Tyler 那個神情 無解吧 應該是死局 嗯 他可以選擇吸幾口 或者是賭箭吸 場攻就已經多少了 場攻就已經爆表了 那你吸兩口 吸血聞下去 然後暗閃什麼的 說不定你可以不死啦 只是你的 你可以吸個9滴啦 最美你可以吸個9滴 對啊但問題是你的 你的場面是不變的 你吸個9滴但是臉會接3滴 對方還有20滴 對 吸完9滴之後 對方還有20滴 對 吸完9滴之後 選擇是吸欸 真的是選吸 當吸了4次 對 我拿這個不止9滴 我以為他會把一些資源 留給其他東西 欸 他惹不吸嗎 20滴血 哇那這樣子 宣布 沒有場面 有暗閃 對有暗閃 拉一張回來炸地下去 也不用忘記有武器了 來瓦哥哥剛好最後一下4點收頭 恭喜食人者先下一局 哇感覺雙賊內戰真的是 每次抽牌 每次到你回合盡量牌的這種心臟都跳很大聲 我剛剛其實看到一種操作 那個食人者手牌已經爆表了 那個好快喔 我只看到鼠標在動而已 鼠標在那個右下角 一直動一直在找幫中什麼的 就是他那個選擇 要不要選月火跟風暴造力的那一種 你覺得後來我會想想 他那邊選風暴的話好像會爆牌 喔 選風暴會爆牌 他剛才是選月火就是為了丟出去 要甩牌 因為他接下來要下幫中 他拿幫中去 風暴是第一選 風暴最左邊 沒有風暴是第 最後一選 還是第一選 我是說那個是第一張RNG去選 所以你之後如果你要再打幫中無賴什麼 你會爆牌 對對對 所以我後來想想的確合理啦 他假如這樣說的話 那就是我拆擠 沒有錯 而且他如果選寒冰劍的話 因為他如果考慮爆牌這個點 他如果選寒冰劍他可能沒有費用打掉 因為他 主要就是因為 後面還有很多RNG的東西 你沒辦法去保證說你到底要花幾點費用 你先選輕的也蠻不錯的 但是我玩如實就是一個我拆擠 拆擠有拆擠的好玩 我就知道跟你補到 就是對 就是我爆一張沒關係 我等一下一排傳送出來 去那個香腸灘 我就知道直到你香腸噴出來為止 沒錯沒錯 不然我不走 一堆香腸直接噴到我噴過來了 全部都加一加一 那是香腸 香腸 不要硬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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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說我可以製造一些 我剛剛腦袋一直在動 香腸哪 哪時候香腸哪一張是可以那個 香腸攤小販 香腸攤小販 吃了加一加一 很美啊 好那這邊的話 先下一局之後這邊 第二局 來他們會不會在 因為感覺上的內戰 他們都是以待正邊為主 會不會有人想要 藏鮮一下 你說偷雞啊 直接偷雞來一下 可是我是覺得偷雞不會比較好 他這個偷雞來 不知道要去往哪 往哪偷欸 或許 Tiger這邊有個偷雞的機會 因為他背邊是放了大雜蟹加哈里遜 然後陰魔加那個凱恩嘛 在針對上面是可以 但是他丟掉什麼 他丟掉悶棍被刺跟軍旗 也還可以的 也還可以的 如果你勉強要上的話 你一定要上的話 我覺得只有這副 然後陰魔就當作沒看到 我沒放我沒放我沒放 因為你有哈里遜 你去卡那個武器的節奏的時候 其實蠻好的 對方上武器你接著哈里遜 其實他也不好打 他也不好打 那甚至是你把那個 大閘蟹放回來嘛 對 因為正常來說正邊就會有 只是放背邊而已 也沒什麼 那哈里遜可以拆你瓦哥 對 跟你跟你都一樣 都變成只剩一個瓦哥哥 對啊 然後呢 七野踢的戰場能力又頗強 畢竟你只有一張悶棍嘛 對啊 我覺得也可以 如果你真的一定要上背邊 你覺得 啊我不上背邊我贏不了 那你就這套吧 對 感覺 基本上還是不會換台 我覺得才對 好這邊的話 真的已經率先聽白 情況下他還這麼壓力 也壓力甚大 你看他那個 他左手已經黏在嘴巴上 已經一整個回合沒放下來過 壓力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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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my god 完全是兩種不同風格的少年的對決 欸 他全流啊 喔全流 他不敢換了嗎 那有時候就換到換到會有心盈盈 就是那我想說 喔我不換 我想說我換 就換回來完了 可是我覺得你後手 可是這個 對 後手你是大膽一點 你後手 後手可以抓東西更多 沒有必要留這幾場起來 因為像 像剛剛有一首 忘記是誰他留了可波鼠嘛 可是他是後手加大範 嗯 那你沒有 你沒有搭配到任何東西的情況下 我就覺得你不用騎手留可波鼠 因為 呃 他是相對來說 裸打 最差的二費喔 因為我會可能會想到 見奇攻城師或什麼的 嗯 他還留下了暗閃 還是說他在風格上面 想要比較大的轉變 你打到這邊還要再轉風格 很硬很硬很硬 好二費穩薄刀 喔 開始兇喔 這一刀證明了很兇喔 然後 唉唷 哇 要放個禮物 那一燈啊 哇 前面講了那麼久 就是這個時候 對 前面講了那麼久 這邊記得放個禮物 喔 那你打 再哪一次 這邊他是要做 應該是留著啦 那是留著 對 做一個終極大半 C一個零費小老鼠 但這裡 你覺得他要幾費做 四費做嗎 這邊做吧 直接做 喔呦 最好是把自己可波鼠也宰了 可以耶 再兇一點 可波拿1 然後再自己宰 你先拿1 跳硬幣看你要做什麼操作 看你要進化可波鼠還是怎麼樣 很窄可波鼠 硬要做到最大也可以 對啊 還是不會繳被刺啊 但是可波鼠一定是先打 還是他這邊想要 想要硬幣那個啊 想硬幣鯊魚之力 你下一回合直接做那個 宇宙戰艦出來 應該沒有吧 應該是先做大範圍 怎麼都是進化 怎麼都是進化 這次你怎麼開始 開始殺存在感 這張是什麼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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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做幫眾裡面 大家都沒有一個 只有以太幫眾 是大家記得他本名的 其他全部沒有一個人 記得他們本名 對 解不掉 恩 喔 喔 牌好好 然後大地震級 暴風雪 啊 三張其實都堪用 好像還是大地震級好 因為暴風雪等太久了 等到六費這邊都快被炸了 太久了 可是你大地正極有個問題是你解不乾淨喔 你是沉默掉打一點 大地正極其實說實在的 就只有解這個大飯蒸餌比較好的效果 其實還是選大地正極 面臨到其他的生物其實大地正極 偏尷尬 有啦 可以打齊利亞斯啦 齊利亞斯跟大飯 過嘲諷那一種 對對對 不然其他生物沒有什麼好職責去做沉默 所以選了應該就是我們拿來針對現在眼前的這隻巴巴 他這邊 想被刺是不是 想被刺啊 蠻好的蠻好的被刺吧 把那個魚人隊長刺掉吧 嗯 好 只是在想你要不要繳第二張巴 一一也刺掉 因為你很怕被換 太怕被換 好 打得好 可以 雙竊賊在手 還有 鯊魚之靈等一下都可以 在資源上面做到非常龐大的補足 啊 這邊應該是 啊 不知道這邊看到怎麼打 因為你這邊要鯊魚之靈其實也沒意見 雖然場面會弱一點 對 可是在以這個 我覺得整天場真的很難講 就是 這邊還是比較傾向下那個 下 竊賊 因為 對方連你的那個 連你的那個 幫眾都要被刺結了嘛 嗯 那我就是傾向 我就是把方向帶到說 對方可能會有 你看這邊要硬解 一定要硬解 增加場面的那個 啊 因為對方可能會有 宿願什麼的 對 啊 想要湊個8 所以我同時 我去加強我的鋪場 那你說我可以背一次把武器 但是場面又太弱了 因為怕悶棍什麼的 所以 下個狗頭人 選到算你賺到 就是8年鋪場就好 好 這邊是 應該是會綁定一個費用是 解大 是沉默大飯 然後呢 刀可以解掉 沉默大飯刀可以解掉 然後 要再回來打4嗎 嘖 就是下一張的問題 再回來打4還是很被動 如果是T5直接砍4三 那這樣的話 其實法力會沒有用得很乾淨 對啊 但是一樣問題就是太被動了 因為 你沒有任何場面嘛 就你可以在頂 就是 現在就是一個是 大力陣擊 犯克里夫 然後丟個4 然後另外是 大力陣擊犯克里夫 然後那T5砍掉4三 然後翻個倒 看一下還是這樣 還是你可以打個7啊 4攤一點 好像太攤了 這太攤了吧 好像太攤了 這不行耶 好像真的太攤了 這 對方是賊這受不了 真的好像太攤了 你其實節奏最好的是 你西亞是撞一下 他拿大分再給你換一下 其實節奏還蠻好 如果這樣打 那就是跟我說一樣 好這邊選擇不要噴血 這邊可以探 他可以想辦法探個鯊魚出來 這邊我自己覺得還是試費好一點 因為你如果這邊下鯊魚之靈的話 你說切賊嗎 對 你下一回 對阿 費用其實有點尷尬 他可以直接往下生一局 可以做一個 就可以做更大 可是其實這場面又很舒服 你要看他 看他 因為現在手上的牌 你能夠用鯊魚之靈打到的效益牌 我覺得還沒有到我想要的 像我可能會想要的是戒奇功能師 或者是國王拿兩張 對對對 可是你這RNG的牌拿再多 我覺得跟 當然會有一點關係啦 可是我覺得效益沒那麼大 你要說這鯊魚腳 是在6吞組的話會很漂亮 對 玩一吞就很美 就雙國王或者是4加3 但你早一吞打也沒什麼 因為我覺得他效益還是有 感覺泰爾這邊的走向是想朝大隻原諒這邊去走 所以他沒有在做所謂的鋪場的生物 這個責難 法術會多5點 下一回合 還是要選責難 這麼秀 這邊選責難你能擋什麼 暗閃 要不然另外兩張其實都沒那麼好 正義衝擊吧 今天兩個人的夢想都很少 你知道我覺得可以 別省了 進了是一張吸血紋 那這邊切得先偷了 這邊就會到 唉唷 右耳劍 而且還有 巴費素人 素人大軍 素人大軍 選擇右耳劍 中間是致死 致死 致死跟升級 還有心理遊戲 比較傾向致死 然後這裡應該是要進化 不對你也不能進化 因為你進化要留給國王 可是這樣就變成像上一回合講的 就是變成上一回合講的問題 就是你的效益太低了 你殺魚之影只搭到一張 太差了 真的太差了 兩邊目前的 拖到了已經第七特等的情況下面 開始會 兩邊的資源量會開始是左右勝局的一個關鍵 拿太少了 真的是拿太少 喔 鯊魚還在 把鯊魚打掉 這邊一加三吧 一加三打掉鯊魚 然後正義 正義衝擊 然後衝掉那個獵賊 美 右邊身上打出去 主要是看你的那個章魚人 到底交到什麼 不錯 右邊身上打出去 正義可以 這是龍鷹之靈 龍鷹之靈 天生技 可以變三把刀 好像沒辦法 直接變成姓鎖 變姓羅羅亞的那個 這個在賊裡面好像是一個廢卡 完全沒辦法做 把他一排都有刀這樣 時間整天 剛剛check一下他的效果 真的是廢卡 在這個職業裡面 但在法師來說的話 其實爆牆 打得到我就爆牆 按個天生技 然後這邊應該是三 三加一沒問題吧 三然後 切者去打掉鯊魚之靈 啊他要這樣打 哇神人的這邊眉頭一皺 發現暗行物大神 決定丟出了麒麗亞斯 噢你R了一下 沒有因為我想說 我以為他這樣打是想要打頭啦 結果 因為在我心中那個正義衝擊 是這回合要繳的 他留著要 留著我覺得也可以解鎖 好啦就當作一個 可能下回合再解嘛 彈性傷害 下回合再解就 畢竟你裝有七里亞斯嘛 也比較重一點 七里亞斯也比較重一點 你先甩 我覺得也沒什麼 沙維之靈被解掉的情況下 目前七費 這邊可以直接做 這邊可以直接做一隻國王 但是叫進化 不用進化 就是國王的資源 就跟你講一樣很少 對很少 就是你剛前面打沙維之靈的原因 然後你沙維之靈之後 你只能打一個竊賊 你又沒辦法進化竊賊 因為你要 你基本上沙維之靈 你要弄到兩個東西 兩個戰吼你才算賺嘛 你弄了竊賊之後 你又沒辦法進化 因為你要等國王 那你就想說 那你的沙維之靈 你是不是 當初就晚一回合再打 會好一點 現在打幼兒其實又蠻痛苦的 費用上面只能換一把刀 太重了 好吧還是真丟了 出來吧暴龍 還好可以解掉了 資源技虛扣 進得好喔 好耶 宿願無賴 我剛才在想 我剛才在想 他沒進這個宿願 你剛前面不是留這個嗎 留那個正義衝擊 原來 我在想這邊你正義衝擊 你要怎麼用啊 如果你沒有進宿願的話 對啦 感覺不好用 原來是宿願沒來 正義不敢留 但進得很好 進得很棒 好進的是那個 無面者跟狗頭人 還算不錯囉 因為你這邊無面者 打出來對方其實不好應付 那在想的應該是 這個一血要怎麼做處理 因為不想連接嘛 太痛了 所以那你的正義衝擊 也沒辦法打 你應該是狗頭人點掉的 喔 不想要打章魚人 要撲了 那這邊 Sender要祈求是 趕快來的是一張炸雞了 暗閃扣在那邊那麼久 基本上現在來誰炸雞合理 Sender這打法我蠻喜歡 就是你不要把章魚人也丟 因為有些人會覺得章魚人 欸 我章魚人橫向撲場蠻強的 對 然後我那個吸血文 我可以確保他可以搭著暗閃什麼的 但我比較喜歡Sender的這種打法是 你的章魚人你可以去找 呃 國王什麼的 對 等國王什麼的 然後還有一點要講的是 你現在是優勢的狀況 你打章魚人 不然已經叫了末日 真假假 其實應該說 就是你 雙方協下比拼支援的時候 其實在 打牌的理解上面 會變得有點 微控制 就是我有些資源是要留起來的 我抖你你抖我什麼的 我並不像是 的乳一就是 隨便怎麼樣就是 排丟一丟場面都是蠻 比如說那個無腦 你是要這樣講嗎 沒有沒有沒有說 但是那個巴費丟出來 可以丟兩次 場面就場上五隻而已 其實我們還蠻想選的 還蠻想選的 還蠻想選的 那張丟出來 會還蠻猛的 但問題就是 如果你的場面是暴走成這樣的話 你場面這麼差 你這麼劣勢的情況下 你打 你反而是給人家一個打頭的機會 對 對 自使用得出來 上瓦哥 好痛好痛好痛 下一張炸雞直接ending 沒關係 大雜蟹 大雜蟹就應該 我現在他聽到名字已經很多種 有人念他的英文本名就是Nip Snap 那有些人叫他 自酒叫坦克 你叫大雜蟹 自酒叫坦克 這個就叫他坦克 自酒這個 因為他背上有一根砲管的樣子 所以他本身 他是坦克這個很敏感的詞彙 不要亂說什麼 坦克很敏感的詞彙 更敏感的詞彙 更敏感的應該是 這個是 小販 你補到4滴血的時候 我忘記4滴還是3滴 反正你可以多抽一張牌 多抽一張牌 對在那個 一拳射裡面 有一些會放 主要是難解 兩費又一攻四血 好啦就當作另外一個無賴吧 你當作另外一個無賴嗎 看起來很像 你是要這個賊箱怎麼補 他一氣力也沒了 其實我蠻驚訝的是 他這邊怎麼不打 那個大雜蟹 打這要做啥 打這所以你要暗閃無賴了嗎 他合一隻大的吧 還是分開 分開丟 把場面一口氣撲滿 哇那Tiler變成是 他的資源牌扣到現在 然後反正對方一口氣 場面直接回來 那因為我在想的是 你怎麼不打 進什麼 你怎麼不打三個那個 哇 好吧 這樣只能 這樣好像沒啥氣了 只能求天使第一人合了 來吧 兩張產線弧 想的是你剛剛 你剛剛怎麼不打三個大雜蟹 我不太懂 有差嗎 一隻小章魚 對啊 你這樣講好像其實三大雜 三大雜還比較穩 對 不然怎麼叫你 好像都是三個 無面 沒有比較好 真的是沒有比較好 而且你還有一些什麼 末日什麼怕的那種感覺 喔 再丟一次 十七 目前場攻部分 七 八點 八點場攻加他身上刀九 但是還是沒炸雞 四 六 八 九 八 喔 你這樣好像會輸欸 好像 吸太多 我真的吸太多好痛 算一下 兄弟你要算一下 你真的要算一下 嗯 先打頭再說嗎 欸 喔喔喔喔他可以這樣打 喔喔喔 所以要這樣子是加幾滴 八滴 贏了 贏了嗎 八滴嗎 對對對八滴 可以這一手 漂亮 剛剛一時還沒想到 剛剛一時還沒想到 呃沒錯吧 沒錯 加八 而且我剛剛還在想他的那個 上一回合為什麼 還是跟這一回合有關係嗎 他上一回合不打三個大雜蟹 跟這一回合 暗閃機械 繼續回升 X1 臉上一刀補下去 恭喜神任的2比0 我剛剛一直沒想到這個 你知道吧 嗯 基本上我們看到 TILOR打成真的出現一個狀況 就是 雙方會在 決定是否 呃 開始補場 呃增加場優 或者是要拼之後的後期大資源 這點進入一個抉擇 對對對 那我覺得觀念會是 你什麼時候 想法轉 因為我稍微講一下 TILOR 我覺得TILOR的 烈勢在於他 鯊魚之鷹打太 我在想是不是 玩一回合打 對 因為你打了鯊魚之鷹 剛剛講一下喔 他先打鯊魚之鷹 下一回合打的是竊賊 那竊賊你接不到 呃幫仲嘛 為什麼 因為幫仲我想要留給 呃 應該在講 我有打竊賊加幫仲 我兩張牌都要打到的時候 我才是賺的 可是我的幫仲 我又要留給國王 所以我只能單打一個竊賊 節奏會一直插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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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插 而且還有他鯊魚之鷹那一手 下一層六費也很尷尬 很尷尬 他國王做不了 然後呢 閃現無配竊賊也做不了 對 我就在想會不會像剛剛你有提到 就是我六層在打鯊魚之鷹 然後七層是打幫仲加國王 直接打一波打回來 而且主要是那個時候 你的場面還是主動權在你身上 對 Sandon是 我記得Sandon的前一回合是 武器加T5去解吧 還是什麼的 拿T5去解 大力陣體加T5 對對對 解的大飯跟旁邊的竊賊什麼 對對對 所以我覺得 你的場面的主動權也在你身上 那我就想說 那你是不是可以打得更兇一點 對對對 變成說那個當竊賊跟閃現無存在 就相比尷尬 我懂他想要 多拿一些些資源 但是相反的 那也是你能繼續維持你場面勇士 對方陷入了不停解 不停來解你場這個局面的時候 你是否要繼續維持 那那時候就的確跟我剛才講一樣 他有轉念 他想要開始以大資源量去 來做一個選擇 這樣路線去做前進 那Sandon只是 既然你捨棄的場面 我場面怪開始你也不解 那我就直接很想鋪場鋪一排 然後配上說 我的正邊裡面是有帶一張是Sniper 我是有帶那個大打蟹的 所以我知道我大打蟹的這個存在 會讓我的場面是 讓你會進入到解不了的情況下 對對對 就我怎麼樣都會有一排一在上面 那剛剛Sandon那邊 那最後一回合 我在 啊 他 9TEN的時候費用是拿來拔刀吧 所以可能是差那一點傷害 對對對 我們還是要先來看一下賽後訪問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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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eeling like you were putting a lot into Hearthstone at the time and you were going to work a lot harder. Do you feel a lot better now that your results went really well for the second half of the season and you got this far into playoffs? Yeah, I'm happy with my performance right now. And I think RNG is also helping me. That's always pretty good, isn't it? 是的,它似乎是这样的,我认为你现在想给你一个机会 让你认为任何玩意你认为非常有趣或有趣的 在你的游戏中,因为我们有很多很困难的决策 尤其是,你认为《Spirit of the Shark》、《Miscreion》、《Edwin》 你曾经有很多很困难的游戏 是的,我认为《Rogue Mirror》是一位最高的游戏的游戏 我还未经常认为任何玩意 也认为我们 如果您不认为Surender,我们一定不认为 所以我们只要努力保持最好我们可以 但我们会让你走,祝你一样,我们下次见 谢谢,下次见 好,我第二問題基本上完全沒gay到 那什麼意思? 你有聽懂嗎? 我其實沒有聽懂 你這個人很直接 我完全聽不懂 我沒讀書,我完全聽不懂 我沒讀書 但他基本上第一題 他的感覺就是有提到 他對不起,Tiler,把他送下去 對對對 那,前面好像有提到一些 我有提到那個Sorry,Tiler 對對對,有一些蠻火藥味的東西 你可不可以翻譯一下 又不方便了 又不方便了 但是我聽不懂第一件事情 就是知道聊天室一定比我聰明 所以我剛剛馬上翻聊天室 看一下大概說了什麼 但是我也不知道他們翻譯到底是 這個還是假 亂弄什麼的 對對對 那我們這邊來看一下 這邊,在今天打完之後 這邊是學習擊敗 是上來的神仁德之後 一路奪冠 右邊上面直接種植到底 那這邊神仁德回去跟他再戰一局之後 也是來到這敗部冠軍 對 那他們明天的 BYE也是蠻猛的 就是兩局都直接被刷下來 沒有用 我要開講昨天的哏 爛哏 還有TBD 啊TBD嘛 爛哏 爛哏 爛到這種爛哏只有阿嬤會講 Oh my God 這太爛 都已經沒有哏了才能講 太爛的爛哏 好,那這邊兩邊打完之後 四強已經確定出現了 嗯 那另外一邊的話就是 阿盧貞姆 阿盧貞姆跟誰 阿盧貞姆還有States 喔還有States 對我們來看一下 四強的部分 所以在明天的時候 States要先對上是 Surrender 然後學習對上是阿盧貞姆 OK 所以是獵打賊 學習跟阿盧貞姆也是分組賽兩邊 成績最好的 然後法打法 所以明天學習是要遇到的是法內戰 States 其實他一開始的表現很差 嗯 他一開始表現其實蠻差 而且失誤什麼蠻多 可是後來他漸漸的回穩 他昨天獵人真的是有點鬼順 鬼順是不是 嗯 獵人就打鬼順 他的場面就是一直 每一回合就是穩定在推上海 一直推上海 然後推到後面 欸有機會了 然後就被推死 因為States他打這個大四賽 第一個禮拜的時候 他是抄我的一個法師 那時候我打這個 大概是8-0 對 然後感覺他是直接亂框 直接抄一抄 因為那時候我看他好像 連玩都沒玩過 感覺啦 感覺他那個打法連玩都沒玩過 就是其中的奧秘精髓 並沒有拿到什麼 對可是後來他其實 在比賽上的表現 慢慢的回穩 慢慢的回穩 失誤我覺得也變少了 也變少 因為一開始還蠻嚴重的 後來慢慢變少 慢慢變少 打到這邊我覺得還算蠻厲害的 所以他是你一路看過 讓你覺得就是有成長 讓你有點感動 嗯 沒有因為他第一個禮拜 那個法師瞎打之後 再沒看了 哈哈哈哈 後面還講那麼多 神經病我要看你什麼 神經病我要看你什麼 你是口纖體正直 其實根本就很想看 後來啦 後來轉播的時候 看到一點點 就覺得還不錯 轉播的時候才剛好看到 對剛好看到 還不錯啊 可是我是P捷的沒想偷看 喔你是P捷的沒想偷看 我P捷粉欸 喔真的假的 自從他的一隻 他自從他的一隻變一雙隻 這件事情之後 我就開始一直喜歡跟大家看 欸他自從一雙隻之後 他就開始打得越來越好 他後來的確後來也是 回穩很多 可能一開始壓也太大 一開始壓也太大 大家一直嘴一直嘴 欸他一開始就是玩 他一開始我記得是打賊嗎 對 然後那時候其實我就聽到說 聽到很多組織賽典都講說 他的賊其實很多細節沒有打那麼好 那的確賊在 上下線部分來說 都是可以開很高或開很低 對 的確是 後來他是換了一套獵人之後 認分是不是 認分是不是 我也是認分 因為我也是這樣嘛 就是認分了 太複雜的卡 太複雜的牌組 或是我覺得我沒有辦法拉到上線的牌組 我都先不使用 我先拿的是 相對 較直觀的牌組 對 我是覺得他壓力太大 一開始的時候 可是後來 我記得好像是在確定 不太能晉級之後 他就慢慢越打越好 一直贏一直贏 對對對 然後開始很多人越來頭痛 為什麼這個越來越強 怎麼回事 我怎麼被拉下去了 我怎麼打不贏他 這個是不是有點怪怪的 其實有時候壓力太大 因為這個比賽其實算大 就是在可能今年的路實來說 其實大家都在看這個比賽 對 他壓力大那也沒辦法 對沒有說 畢竟他是被邀請來嘛 對啊壓力又更大了 壓力又更大 希望有這個好表現 好 那今天的賽程在這邊是都是告一段落了 恭喜這邊 薛喜啊 薛喜跟SRENDER這邊成功晉級 他也很可惜 我剛才那個表情也要留下來了 你是胎人 對對對 他那個懊惱表情 我真的是 完成這樣子真的是 辛苦 辛苦每一位選手 在例行賽發揮 還有在這個AB組季後賽發揮 所以明天 最終總冠軍就會產生 明天會全部打完 對明天全部打完 那你剛剛看出剛才對陣 那你自己會 自己有沒有稍微預測一下 你會覺得哪一個 我自己覺得可能會是 左邊那邊應該是SRENDER禁忌 我覺得SRENDER打太好了 SRENDER打太好了 SRENDER打太好了 因為今天你看他的那個RNG 他的那個幫送 哇爛的跟什麼東西一樣 真的是爛的跟什麼東西一樣 出來 卡卡路賤 幫我加薪 給錢 都太爛了 不然就是什麼進化 都太爛了 當然你會說最後一把TILER 運氣也不是那麼好 可是我覺得 那把跟運氣到沒什麼關係 是他選擇啦 我覺得SRENDER SRENDER後面的選擇 直接選擇是一個很像鋪場之後 直接把Dudge給拿下來 所以你覺得在左邊是 SRENDER跟MUSSRENDER 左邊是SRENDER 實力比較穩健 右邊是薛喜跟 阿魯特姆 阿魯特姆的武法 雙法內戰 都是奇蹟法 我可能要看一下薛喜有沒有 再多練一點 因為阿魯特姆我知道他的法師很強 他常常用法師 我覺得他法師蠻強 我記得他昨天其實是 最後一場 他是劣勢的情況 在那邊搬回來的 OKOK 那薛喜我就覺得 他可能比較沒那麼熟練 那可能今天 今天多練練應該就還好啦 多練 主要是今天大家都夠嘛 是 但是你覺得假如今天還會多練練嗎 好問題對不對 這是一個重點 不會啦會啦 他今天都打自己三八掌了 OKOK 打人不行 不行 不行不行 對啊 希望 還是他現在已經在開台玩別的遊戲 欸欸欸喔 你說什麼 樂生遊戲 好啦 但是當然啦 畢竟就是自己的好朋友嘛 還是希望支持一下 學習這樣子 但是 對手真的強 真的也是強 所以明天 在結果來說也是不好預測 對 不好預測 可以可以了解 法師賊 還有獵人的一個大對戰 明天即將上演 好 那差不多今天這邊告一段 我是主播易先生 我是賽平 Eason 那我們明天見 掰掰